美国升高对华为禁令全面围堵中共 全球第三大低润场美光开出第一枪 周尔表示从9月14号开始已经停止供货华为 等于美国对华为禁令正从手机晶片扩大到记忆体领域 消息一出美光股价29号下跌3.88% 也令外界担心产业是否出现供货于求 美光执行长梅洛塔表示会有一段时间来弥补损失的订单 但业务将由其他客户来填补 华为的市占率应该会逐步的降低 而由其他的中国的厂商来填补这样的一个市占率 其实中端区就并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减少 甚至中长期等个资料中心跟伺服器的一个回升 这个其实都有机会让低润产业在明年 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格局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我想对于中长线来说 并不用过度的担心 由于根据最新规定只要使用美国设备和软体 出货华为都需要取得美国政府授权 也牵动台湾半导体供应链 包括美光在台合作伙伴 封测厂历城南茂 低润大厂华邦店南亚科 好在美中贸易战以来 多家台厂早有准备 强调会分散客户群 弹性因因影响 这种状况影响不会只有针对低润 应该所有的都会有受一些影响 需求端可能都会短期内受到一些需求的影响 我们目前为止对华为并没有 它那个经历里面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美光2019年加码多达四千亿新台币 在台扩大投资 中格厂区更预计新建两座金圆厂 分析师认为华为事件对整体产业属于短期冲击 记忆体实况预估2021年走向供需平稳 对台厂影响并不大 新南地市林云堂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